对于浩瀚无垠的外太空,我们人类从未放弃过探索的脚步,伴随着地球上人口基数越来越多,资源消耗以越来越大的问题出现,向外太空移民似乎已经成了必然之举。 而火星作为被人类发现的第二星球,自然成了人们移民的首要选择,因为它拥有和地球高度相似的地形地貌,山川,河流,四地气候,全都具备,所以对于它的探索研究,也越来越被重视起来。 就在前不久,美国方面就公开宣布,将会在2030年的时候,开始火星移民计划。 北京时间6月16日,GSpace报道称,一个科研团队发现一种奇怪的细菌,可以在低光环境下将光能转化为蓝量。 他们表示,这种被称为蓝细菌的微生物,可以通过吸收阳光而产生能量,并释放出氧气。 这种菌类可以适应这世上的任何极端环境,它们甚至可以通过吸收能量更低的光来产生能量,从而在那种颜色的环境下茁壮成长。 这项研究的成功将重新定义光和作用,才以为着,人们可以在外太空。 比如火星等星球上,利用类似的弱光生物体,也可以产生功能生存的氧气。 虽然听起来很科幻,但这项实现,的确让我们证明了,这种微生物可以在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中,为我们提供可以活下去的空气。 无庸置疑,这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发现,它将对于我们在地外生存,和探索地外文明上,提供强有力的绝对保障。 这也许是人类文明上的一次壮举。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请多加关注和转报评论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